再來看到的是 金氏世界紀錄 怎麼會把藍鯉島之一 列入為成為他們的紀錄之一呢 沒有想到說 當時在二戰過程當中 因為日軍大量的死亡 也因此被列入為金氏世界紀錄 在這個二次大戰 1945年初 有發生這個藍鯉島戰役 其實這個是一個小戰役 其實不是太重要 可是很有名 對 可是它有名 就是因為期間有一個傳聞 說有將近1000名的日軍 在一個晚上被鱷魚咬死 被鱷魚咬死 對 而且這件事情 被紀錄在這個金氏世界紀錄 是人類被動物攻擊 最嚴重的世界 惡魚那麼猛 對 所以這個事情 其實聽起來很可怕 像電影場景一樣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真的去證實 這個藍鯉島 其實是它是在緬甸 這個孟加拉灣的這一個 緬甸第一大島 雖然它是島 但其實它離本土靠得很近 就是隔一條河 在這個島上的確有一種鱷魚 叫灣鱷 或者叫馬來鱷 河口鱷 它是鱷魚品種裡面的 這個體型最大的 也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的 爬行動物 它大概可以長到3公尺多 200多公斤 這個個性滿兇猛的 的確有這種鱷魚 而且這個鱷魚的確以前有 吃人的紀錄 也有攻擊小船的紀錄 所以這個事情 的確有這個灣鱷存在 所以這個島當時在二戰的時候 是英國對象日軍 對 當時這個緬甸是被日軍佔領 因為這個島的北邊 有一個港口跟機場 所以英軍就想要站下來 這個就派飛機去炸 這個軍艦暗轟 部隊準備要登陸 這個日軍在當地守軍不多 距於劣勢 所以日軍沒有做太多抵抗 他就想要放棄這個陣地 撤退 去跟其他部隊靠攏 但是他們這個島上的地形 幾乎都是這個沼澤跟紅樹林 這種很困難的地形 他們在這個撤退的時候 在這個2月19號晚上 結果英軍有發現他們的中心 要去追擊 在這個2月19的半夜 就有發現這個日軍 然後英軍有開火 所以這個只是半夜 月黑風高 看不清楚 所以英軍是第二天的 白天再去清理戰場 傳說就是從這裡開始 這傳說這個英軍士兵 去現場看的時候發現說 遍地都是這個 被鱷魚咬死的日軍屍體 等於說完全都不用他們打 鱷魚直接幫他們打 就是很駭人聽聞 就是遍地都是屍體 慘不忍睹 鱷魚吃了人 英軍大概俘虜了 大概快20個日軍 每一個被俘虜的日軍 都是這種目光煥散 就快要崩潰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傳說就越傳越大 結果怎麼回事 對 後來在這個1960年 有一個書就寫了這件事情 後來金字世界紀錄就把它收錄了 對 這個事情這麼多年 一直沒有人去真的去研究 直到說今年9月 這個國家地理頻道 就對這個傳說做了一個專輯 特別去實地訪查 來龍去脈都有了 對 然後去調查 英軍跟日軍雙方的作戰紀錄 結果大致是這樣 就是日軍在撤退的時候 他想要趁這個月黑風高的時候 游泳過這個河 去突圍 結果游到一半的時候 有士兵溺水 結果他就叫了 就一叫就驚動了附近的英軍 就開探照燈 就看 就往河上掃射 但只是因為晚上太暗 英軍就是一直打 一直打 打到第二天 實地去清理戰場 然後有發現一些屍體 然後這個有俘虜的大概20個日軍 可能就是因為有英軍士兵 他看到可能有鱷魚出來咬這些屍體 所以這個事情就被傳說 就越來越誇張 就變成好像最後都是 都是被鱷魚吃掉 在日軍的這個作戰紀錄 他是提到說 其實大概還是有500多人 成功突圍逃出去 英軍的 所以雙方的官方戰士 其實都沒有提到鱷魚這件事 所以可能就是士兵 他在心裡這樣有看到鱷魚出來 寫下這句話 大家知道這種傳說 通常會越傳越誇張 所以傳到60年代的時候 就變成說 這些日軍全部都是被鱷魚咬死 可是那今天這些紀錄也很特別 他完全不求證 書怎麼寫就列入了 60年代的時候 可能很多資訊沒有 像現在中國發達 他沒有去求證 所以還好現在至少 我們證實 動物襲擊人類沒有那麼可怕 所以這個事情就結案 就是沒有這回事